大家好 我是愤怒的调音师 这节课教一下大家 怎么快速的编入DCA编组 操作是这样子的 点击母线输出区域旁边的 DCA编组翻页键 翻到DCA编组这一页 上面这8个白色屏幕的通道 就是DCA编组了 我们长按其中一个 DCA编组的选择键 然后点击输入通道的选择键 这样子就搞定了 只要输入通道的选择键被点亮 那就表示输入通道被编入DCA编组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但是要注意了 假如大家推起某个输入通道 有信号电瓶但是没有声音 那很有可能这个通道被编入了某个DCA编组 这时候只需要长按每一个DCA编组的选择键 检查这个输入通道是不是被编入了DCA编组 然后点面选择键的灯取消编入 那就搞定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上到这里 就这样啦 WAT'S UP BUDDER WAT'S UP BUDDER